我真的覺得製作單位今天在等我 明明就這麼熱 我穿這麼多 你看 我脫掉了兩條圍巾耶 雖然前兩站吃了很好吃的美食 但是我真的快要餓死了 而且都吃熱的 但是第三站呢 聽說他們要好好的犒賞我 而且是尊榮級的享受耶 試試看看吧 哎唷 傑爾 各鄉的日夜溫差這麼大 別說製作單位虧待你 馬上帶你去享受一下吧 你怎麼進不去 還沒開問那個 哎唷 小師妹 你真的有夠熱鬧耶 沒有來好那個 為了表示誠意 我們玩摩擦 歡迎光臨 這也差不多哦 這間赤字上一打造的六星級會館 不是高檔的餐廳 也不是頂級的飯店 你聽得懂嗎 其實從入口意向 就應該猜出端倪囉 哇 哈哈 我們準備好要來好好享受一下啦 耶 哇塞 這裡好棒哦 嗨 師傅你好 哈囉 泡腳耶 泡腳耶 好開心哦 先開一下水溫 先試一下水溫 對 好 而且你看裡面還有一包 好特別的東西哦 那是中藥包 中藥包 好舒服 主要是出現循環 出現循環的中藥包 哇好特別哦 而且你看這裡 還有電視 有電視耶 還可以看電視 哇 好棒的地方哦 當然是給他棒啊 這一間全新開幕的六星級泡腳會館 裡面裝潢靜置典牙 不管是公共空間 還是獨立主題包廂 都能讓客人完全的放鬆哦 沉浸在這個舒適的空間裡 享受最到位的超值服務 哈囉 杰兒 舒服嗎 好棒哦 這裡真的是頂級的享受耶 是啊 因為我們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來打造我們這一家 那個旗艦店 那泡腳啊 這些啊 對我們最大的益處是什麼 我真的很想 跟我的好朋友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是這樣子哦 杰兒 你知道我們人體 離心臟最遠的地方是哪裡嗎 離心臟最遠的地方 是腳嗎 當然是腳啊 真的耶 離心臟最遠的地方 對啊 你看你的手放下來都沒有你的腳 那麼長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按摩呢 那個泡腳的話 當然是有兩個用意啦 第一個用意就是說 客人把鞋子脫下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幫客人先起個腳 那第二個最大的用意就是說 用溫水來泡腳的話 用熱水來泡腳的話 就是說它可以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 對 是 哇這樣在冬天泡腳真的是很享受 是啊 尤其是女孩子 手腳才會冰冷 對啊 手腳冰冷 然後一泡這個溫水 然後全身馬上就暖和起來 是啊 是啊 你現在有感覺到暖和的 有有有 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感覺那個熱氣就從腳底這樣 慢慢往上升 是 超棒的耶 就通常都先泡腳嘛 對 先泡腳 那再來的話我們會按一個肩頸 頭頸肩 讓客人先初步的一些舒緩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 幫客人去腳直 腳背啊 幫他去個腳直 對 讓他感受一下 對那個皮膚啊 可以比較光滑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重點 那個腳底按摩 這樣子 對 那我們的項目不只有是 那個腳底按摩 那也有身體的SPA 哇 身體SPA 你是在這邊做嗎 還是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一樣的包廂 所以像這樣子的包廂的話 就是都是提供腳底按摩 是 就是腳部啊 肩頸的部分 在這樣的包廂 是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包廂超棒的 而且外面一看過去 view超好的 來這家 不僅舒服身心 連視覺都是種享受 會館 在室外打造綠翼景致 讓自然開光撒進屋 提供專業的服務 與療程 讓你享受 六星級的春容待遇 哎哎哎 小師妹啊 你會不會放太鬆啦 如果光做足部按摩 還不過癮 嘿嘿 我們到二樓區 開房間 不是不是 我是說 換間包廂啦 歡迎光臨 太漂亮了 師傅你好 歡迎光臨 哇今天好爽喔 先按完腳底 按摩 等一下還要做全身的 真的是太開心了 哇塞 等一下啦 我要換衣服了 會館二樓 有提供全身SPA的VIP包廂 當然啦 每一間包廂都有不同的風情喔 我覺得好像有輪子在我的背上滾動 有一台車的輪子在我的背上滾動 淡淡的香氛 柔柔的光劍 再挑一罐香香的精油 身體的SPA 真是天堂級的享受啊 真的好舒服喔 而且師傅超厲害 沒想到他比我還要高招太多太多太多了 超厲害的 我想我眼中我化妝眼長 我想睡覺 真的快要呼吸了 如果你們下次想要體驗的話 記得一定要來喔 享受完身體SPA 還可以到會館一樓的餐飲區 喝個下午茶 享用精緻餐點 馬上消除一天的疲勞耶 經過了剛才的頂級享受 我的任督二麥都開了 而且現在功力大 真 不過我肚子也空了 要來好好食補一下 這就是傳說中的大瓦喔 我的精彩的食補就在裡面 文文童流你看到了嗎 裡面就是傳說中數千年 酒吃不膩而且嚴長一雙 所有好湯都對他喜愛到一個不行的爵士好調啊 我想這個溫度差不多了就是這樣 什麼 什麼來頭不小的瓦翁 被小師妹喜弄得如此神秘又厲害 聽說難來還吃不到耶 哎呦 不給他點上幾碗怎麼對得起自己的五十秒咧 快 哈哈 現在我小師妹厲害嚇到了吧 你看這就是我剛剛說的爵士好料 現在我們要來一一介紹囉 老闆娘妳好 妳好 我們今天來到瓦翁微湯 你看 這個奇特的瓦翁小瓦翁裡面 藏著什麼爵士好料呢 好 我先來聞一下 這個湯好香喔 老闆娘請問這一鍋裡面是什麼 這個是豬心 人生豬心 很難得見到有這樣的食材在買完耶 因為這個大部分都是大陸那邊人 他們在用的 從大陸那邊進過來 是江西湯的那邊習慣的 用的湯 那因為當初 我們是 我們當初對這種東西都不了解 但是 當初是我大哥他在大陸經商 那他在那邊都經常喝這種湯 所以他發現說用木炭煨起來的湯 還滿好喝的 而且能鎖住它的原汁原味 這湯超香的耶 而且很香喔 哇 玩這個湯你就會覺得 清神細爽 整個元氣都上來了有沒有 可以補氣 因為他有加人參 那人參它對補 它不會很等 它是一種溫補的不食材 溫補的 對 所以有時候感冒它 如果喉嚨的話 它也可以喝 針對喉嚨 如果冬天啊 很容易 最近很多人感冒 我知道 喉嚨不舒服的話 可以多喝人參湯 因為它是用人參去做的 用人參參去做的 對 哇 那像你們這樣子 熬煮的方式啊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啊 跟有什麼特別的獨吻的功夫 這都是要在12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們都是晚上到 12個小時 對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裡面 用木炭 讓它慢慢微微到天亮 剛好就趕著上我們營養世界 哇賽 是等於說你們在睡覺的時候 火爐剛好正在努力的加工當中 然後等到第二天你們起床的時候 就有湯了 哇 那這一鍋是什麼東西 這一鍋 這個是 肉骨茶羊排 肉骨茶羊排 對 通常肉骨茶我們都是吃 豬嘛 我很少碰到 肉骨茶裡面是放羊排的耶 但是它用羊肉還滿發的 因為我們平常吃到的羊肉 都是用掌櫃 嗯 幾乎沒有人用肉骨茶 好特別的味道喔 這肉骨茶加上羊肉 很特別耶 很搭 真的是很搭 所以這一個大碗蕩裡面 大概可以放幾個 可以放102個 放102個這個小的啊 所以你們兩蕩的話 像只一天 一天只有煮兩蕩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客人 他一進來就會問說 現在還有什麼湯 喔 就等於說你如果晚來的話 好喝的都已經沒了 對 沒錯 想要吃好料的 腳手就要快一點 店家有10多種的攤品 每樣食材都下足了功夫 肌肉更選用是放山雞 肉質才夠鮮韌 喝完了保證讓你增強免疫力 潤膚養顏啦 小師妹 這幾瓮喝完 應該可以完全屈寒 讓你強筋健骨 功力大增吧 另外老闆娘喔 特別推薦他們家的三色蒸蛋 營養加分 還有威出膠質的花生豬腳包 以及特選吃上米的肉燥飯 這些都是店家熱賣的好料喔 好Q喔 它的皮超Q的耶 對啊 那這樣子 像這個也要花很多時間煮嗎 對 它也還是要慢慢的去燉它 它跟那種 什麼德國豬腳 或什麼萬軟豬腳 吃起來味道不太一樣 不一樣 它是有什麼特別的秘方嗎 你們的豬肉 這個要問我們大廚 超Q喔 因為它有它的獨特的秘方 下去做的 對 就它每一個 它的筋吃起來不是那種硬硬KK 就是很Q 很Q 非常有彈性的 對 而且再加上花生 配上花生這個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處超棒的 對 所以如果下次你想來這邊吃的話 記得先打電話過來訂喔 對 不然的話這樣 一天只有 一個won 120國 102 102 對 哇 這樣子很快就沒了耶 真的 蘇洋有限的珍寶 真的要特別打電話來預訂 告訴我 好痛喔 是真的痛 是真的痛 是真的痠 這個可以一塊雞車喔 對 既然留視頻 做 Viele 2 2 3 4 5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